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一段是一个录播节目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知道 为什么要录播之后 你们知道我们的节目内容 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录播了 今天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 就会讲一个专题 这个专题其实就是专题的漫画 是一个医疗的漫画 为了配合我们的医疗漫画的时候 这次破天荒邀请了一些专业人士 来我们去否释一下 一些医疗漫画的分析 或者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又是调野人警 我是一个新的嘉宾 柳木医生 我不是医生 我们这次坐了一个医生 夜勤医生 在夜勤病棟工作 大家好 还有一个医疗漫画的权威 是一个16岁美少女 又可以在留言板上 可以送一些东西 不要问她拿照片 不要问她拿照片 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Piku 今天我们讲医疗漫画 医疗漫画 其实第一个印象 一定是一本很经典的作品 就是手冲自从的怪衣裙博士 我想初次接触 或者不是经常看漫画的人 都会看怪衣裙 都有试过看怪衣裙 一定会知道 一定会知道这套 Blackjack 其实怪衣裙博士 她在医疗漫画那里 地位是多高呢 或者三位嘉宾 有没有一些意见 关于Aishan博士 或者你觉得她 医疗漫画的地位在哪里呢 就是这样 好像听说这套鬼祥漫画 应该就算上来 就是第一套的医疗漫画 第一套用医生做主角的漫画 是吗 没错 计年份 经典 影响力都很厉害 那耶勤医生 你有没有看过 看过少少 为什么你不看呢 因为 没有什么兴趣 其实想问一下 会不会做医生的那些 或者那时候 读医科的那些 个个都会有接触过这套漫画呢 其实会不会 或者这套作品 这套动画 我想一定会 有一部分人都会看的 但我自己就反而 对这套没有太大兴趣 反而提其他 可能 觉得它比较旧的 其实会不会有些人 是看了 挂医循博士 然后就立志 要做医生 就是我要拯救 一些危难的人 我要维持社医公义 所以要做医生 我认识有一个 认识有一个 认识有一个 在夜勤病毒做的 不是 现在在其他地方做的 野野村做的 野野村做的 都是做医生的 都是做医生的 但是 其实挂医循博士 最深刻给我的印象 就是说 其实他脱离了医疗 他是有描述医疗里面的一些细节 例如做手术 都很精彩 但是他其实已经是一个 就是挂医循的角色 其实是一个公义 就是一个公义的化身 有时会变成一个 就是他譬如要收一个很高的价钱 有时候 一些手术费 但是呢 其实呢 他就可能是 有些劫富制贫的感觉 还有就是 要惩罚一些 就是 为见钱开眼的人 就是 我反而觉得 他的医疗 那个成分 不是说太重 反而是一个公义 就是说 他要伸张他的公义 甚至可能为了 就是拿这个漫画 这个作品去做 想做到这个 应该可以这样说 在整个医疗里面 就是对于 那个人性 或者人类生命的探讨 就是本身 就是本身 这个东西已经是医疗的一部分 就是 所以我会觉得 你说 就是他是不是不医疗呢 就是其实他 只不过是 他用了医疗里面 去探讨人性的角色去说 对 还有里面有另一个角色 就是你 是啊 就是 我都喜欢安乐死 最喜欢安乐死 最喜欢安乐死 救不了安乐死 但是他都描写到 柳木 其实他都是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其实他没有说 一个很负面的给到他的 每一个故事都是 其中里面都是 不是 因为有一集就是 我家人应该是 柳木医生的老爸 就是我老爸 他就是 应该是救不了的 怪姨就跟他说 跟柳木医生 跟我说 就是说 不可以安乐死 不可以帮他打针的 就一定要想方法 要救到我老爸 但是 我就觉得 就一定救不了 于是 就静静静静静 帮他注射了 打了一支针 就叫他安乐死 接着打完那支针的时候 长博士就走出来 就是刚刚想到方法 去救他 但就已经是改不及了 其实 是不是已经有一个 取向 手冲自容 对安乐死的看法 都会是 就是在这个作品里面 一定会是 就是我是一个坏蛋的角色 他塑造到 有一些的感觉 但其实他也是有他自己的医疗的立场 其实 但是 手冲自从 本身是医生 对不对 就是说 每一个医生 以我侧民 我侧民医疗界 就是 是不是支持我下死的人 都会反对我下死的呢 我想没有人会够敢 就是表达他的意见 就是这个方向 哈哈哈哈 你是 除了我之外 你是医生来的了 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可能都会表达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 是的 但是 我以我的感觉 就是医疗界里面 就是说 多贊成的声音 都会反对 我知道里面 是一个叫做 放弃治疗 就是 不是安乐死 其实是两个东西 就是放弃无用的治疗 和安乐死 基本上是两种 两种不同的做法 有什么不同呢 你对一个 人做出的治疗 对他们是没有帮助 没有好处的时候 就是 你变成是令人更加辛苦的时候 就是 不做的治疗 不等于令人死快一点 嗯 或者也说一下 关于blackjack其他 有趣一点的东西 我怕听众听到会不会 其实blackjack不是叫做 秦博士 鬼秦博士 究竟有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会叫他秦博士 跟blackjack都没有关系 但是 我也听过有个说法 我不知道 我到现在还没考证到 就是说 blackjack 他有部分血统来自中国 而就是姓秦 不知道他母亲那边 还是他外婆那边 我不记得 但有没有交代过 这件事 应该是有的 但不知为什么没有人提过 所以叫秦博士 是的 所以又是要等我们听众 在留言板里 告诉我们 但是现在动画版是亦 不是叫秦博士 那是亦什么呢 黑结黑 是的 黑结黑 所以他就会觉得很银耳 那一刻叫黑结黑 我觉得很银耳 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 但他一向都是叫blackjack的 其实 就是好像 就是blackjack 那 跟着他是始组 他远组 跟着一系列有 就是有春笋的一些漫画 都关于医疗 那其实会不会是 是那一流来的 就是说 大家看到blackjack 跟着就会觉得 啊 就是我又想画一套医疗漫画 这样 就是开始就有一些 有春笋式的漫画 就是关于医疗的 春笋 春笋 春笋式的一些 春笋式 乳后春笋 OK了 其实blackjack我也先提醒 他现在还没完的 其实还有新作 还有新作 好像从翻山去 不是 他有人接力去画 就是有新的鬼衣裳博士 就是不论漫画 还有这个电影版 其实这个blackjack 可以说是 就是经过三十多年 都是不死的 就是多拉伊梦那一只 就是 我认为多拉伊梦 其实现在是 还有其实 出版社 出旧的blackjack 都是不断有些新 就是不断推出一些新的 比如那时候 之前香港授权 就是由文全出 文全 现在正文社 接着正文社出的时候 就号称 他有些是收录了 日本都未出的单元 是的 不清楚 接着呢 正文出完 文全又再出一本二十期 二十期又是号称 那时候日本没有出过 那不是自己说的 不是不是 因为以前所冲自从 他有很多本 慢慢的雜誌都有连载的 那因为那些版权关系 就不 就是他收录的时候 譬如我自己是 集英社 我只可以出 集英社那些 是的 他在我集英社期 集市连载那些 他人家出版社 都出不了 所以那个版权 就很混乱 我就觉得 我家里也有两套 就是文全一套正文社 但是好像之后还有 清文社也还有 我不知道 因为接着有文副版 文台版是正文社出的 正文社 都是正文社 但是那些片牌上 好像都有 亂十大龙 所以我到现在 还未可以找到 一个完整的 《鬼衣裙博士》目录 所以《鬼衣裙博士》 接着就有新版 继续出下去 接着再下来 就是会变了 受 这个《Blackjack》影响 再出 我们今集会说的其他漫画 都会看到有《Blackjack》的影子里面 比如Piku 有没有介绍 最重《Blackjack》影子的一些漫画 其实是哪一套 影子 其实或者这样说 比较多的 就是从这个角色来看 其实大部分医疗漫画 你会发觉它的主角 都是一个形象 就是一个男性的外科医师 比较酷一些 但是又是有人性的 基本上 由《Blackjack》那个年代 一路数下去 其实 幾乎大部分的作品 都是这样 但是 如果说《Blackjack》的影子 比较重一些 我就觉得 会是《鬼衣美女》 出场点 对 因为我近期看了 他里面有一个 其实在第一回 就已经是 讲到女主角 Rai 就是被一个 黑影的医生救了 那 Rai 就问这个医生 叫什么名字 他就 称呼自己 B 跟着 J 顿号J 对 那里面的打扮 你都隐约见到 都是《Blackjack》 哦 但是他就是 拿来做引子 可能会 他某程度上 会有少少影响我的故事 哦 就是一个 隐藏人物 但是 刚才有些人说 他通常就是 一个外科医生 行合仗义 就是维持公义 是不是外科医生 真的这么有利呢 在医疗漫画里面 那个画面好看很多 是啊 怎样说呢 说起医疗漫画 那些人很难去想像到 是 食药打针 这些 就是 所谓 所谓的 治疗方法 但是 譬如 在手术室也好 或者直接 你在街上见到 有个人 你立刻就 有咬断之缘 不又噴走 那样 就插人家的胸 就是那个画面 是好看很多 都可以的 我们想想像企魂 其实其他都可以 企魂都 讲违企 但其实他都可以 很形象化 就是很静态的活动 都可以很形象化 就是吃药 然后扔药丸 然后打针 然后拿着针 两个又龙又虎 在旁边对峙 这些画面 会死的 我想可以横下 是啊 或者再讲第二套 比较出名 杭林先锋 因为他的原书名叫做 Say hello to blackjack 是的 那 就 知经 知经 可以说是 但里面是什么 我又没有看 杭林先锋 里面 就是说是一个 其实他就相对来说 就是一个破格 因为他的主角就是一个实习医生 一个很弱鸡很弱鸡的实习医生 相对来说 那他就实习期间 因为他要去不同的科 那里去实习的嘛 去那些内科 精神科 心脏外科 心脏外科 好像循环 是的 是的 那他每去到一科 就发觉 那一科 原来有潜在着很大的问题 就是每一科 他都有 病例 或者社会上 都有很多问题 发生的 而齐藤英二郎 就是一个小小的实习医生 改变不了医疗制度 改善不了 一些 救不了病患 这些情况 不断出现 就是他用一个相反的角度 就是主角很弱鸡 从而反映整个医疗制度 甚至乎作为一个医生 作为一个人 那个能力 都是有所限的 就是他会用这样的角度 这一度想问一下 耶勤医生 其实你都经历各实习阶段 那有没有好像这个 反复这样挣扎 就是说 看到这样有问题 这里有问题 医疗体制好像有这些问题 但是有些无助的感觉出现 就是你的定位 就是作为一个医生 现在在这个体系里面做事 有没有这样的人思考过呢 其实实习的时候 应该没什么机会 没什么时间去想那么多东西 通常因为 就是实习方面 就是可能日本本身的医疗体制 跟香港有些 根本上是不同的 那边 就是我 就我 由漫画上所知道的体制 就是比较封建一点 好像一个家长式的管治 变成了很多事情都很不公平 相反香港 有时制度上 不会那么封建 你说不公平一定有 但是 会不会好像日本那些那么紧要呢 就可能未必有那么夸张 但人事上的问题都会有存在 不会搞到我们这些低级的人 就是人事上是一些高级的人 就是感受太低了 对了 就是会不会看到你们这些低级的人 在那里出现 那现在你已经上到夜勤医院的 就是最高层的层 是啊 高层 中高层 那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些 这些斗争 都不会搞到我 都不会搞到你 都不会搞到你 你做什么 高层了 哈哈哈 或者这样问回 如果你觉得 如果是香港出了一部漫画 一部医疗漫画 用回香港的场景来做一个主题 就是会不会有那么多 那些社会因素 或者是那些斗争 争扎那些里面 就是你看到香港的环境 会不会有那么多的因素 如果香港医疗漫画 反而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斗争 会多些 那些斗争 医生是什么 吃呀 除了对治疗方法大家的斗争 甚至病人对医生有些不同要求的斗争 全部都是更 因为其实你看日本漫画 所有的斗争都是医生和医生之间的斗争 或者医生和更高层的人的斗争 反而是要见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斗争 因为通常那些病人对医生很尊重 全部都是整只羊 但是香港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如果 病人的压力 也是 所以如果香港医疗漫画 甚至拍戏 都是说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关系 会多些 我想起一部漫画可以改篇 即是改篇 企业战士 爆衣 那些 写子弹 写病人 你吃 还不需要 很难 这个笑话 没办法今天 哪位不在 由你负责 由我负责 可能会滲透到里面 纯粹一套医疗漫画 就难一点 那或者 但是你如何界定 你如何界定 那个位置 怎样才算是一套医疗漫画 怎样才算不是一套医疗漫画 就是 就是界定位置 为什么我们开了节目这么久才讲这个问题 我发现了十几二十分钟 还没开始界定 哦 没关系 我们又讲完Blackjack之后 Blackjack就是 一个医生做主角 说他不断医病的过程 医疗漫画都很接近 可以说是整个医疗过程 重现吗 例子Monster 那算不算是医疗漫画 Monster 你讲还是我讲 不如交给你说 其实我觉得 看一个剧情的主线是怎样发展 很明显Monster 它的主线发展 就不是发展在一个医疗场景里面 嗯 那算不算了 你因为没看Monster 碟野刑警 没办法 要讲一句事给你听 就是主角是一个医生 他就救了一个小孩之后 然后他就没有再在室室做过事情 他不断是冒险啊 杀人啊 追踪啊 这样的 所以都很难界定他做一套医疗漫画 哦 明白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另外就 或者我们刚才说了行林先锋 还有没有其他受影响的呢 就是开始那一批 你跳来跳去的 你的定义 这些节目真是 又被观众投诉了 又被听众投诉了 是这样的了 或者有哪一套 《无敌怪EK》 这套都是一套比较 经典 是的 都出了很多期 因为都三十多四十期 应该有 第一部 还在出 第二部还在出 它是另外一个风格的作品 轻贵 哈哈哈 有些人就会觉得是类似北斗之拳的那类画风 就是比较粗野的造型 是的 是的 还有主角很没有力 披着斗缝 整个救世主的出现 那他就 内容方面 就 其实都是一个单元式的 就是每次都有不同的病例 就是很奇怪的病例 要靠一个天才外科医生去 用不同的方法去医治 但是他的病例 就相对于《怪依循博士》来说 怎样 比较之后 你觉得是怎样 其实他的病例 如果比起《怪依循博士》来说 反而 《怪依循博士》那些 会偏向比较奇幻一些 我会这样觉得 但是 这个 《无敌怪依》里面 反而是实际一些 而且 你会看到它是 跟进病人的情况去做相应的事情 不过他的设定实在是很适合的 就好像 不断知拳那些 肌肉人 肌肉男 他做医生 对 夜勤医生好像有看过《怪依》 看过 看过 你对于这套作品又怎样评价呢 如果不是一个医生的话 有医学生或者普通人看 他觉得挺好看的 哈哈哈哈 如果有医生 如果有医生 医生看你会很好笑 爆他真的想 那应该推荐给医生看吧 医生的压力这么大 压力这么大 对吧 平时 拿来当笑话书看也好 对 譬如有什么情节 你觉得是匪夷所思 或者很搞笑 例如有一次看过 有一个 就是他里面的故事 就说有个人 大概 大概有个人的心脏 又出了问题 好像心脏衰竭那些 那些 又换不到心 那就是 那时候本来是等死 但是后来发觉 那个K医生 就想到一些方法 就是说 找一些便积 就不断刺激 背脊有一块肌肉 刺激一段时间 就会令到肌肉 可以自发性这样跳 就是模擬了一个心脏肌肉 之后呢 就将肌肉割出来 包到病人的身上 变回代替了心脏 那这个就是 你如果 理论上想想 好像可以 是不是可以呢 那些肌肉本身 不是说不随意肌那些 是呀 那你怎样包住他 就是他 他说 令到他变成了 一个不随意肌 知识跳动的肌肉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现在都在笑 哈哈哈哈 会不会是因为 那时候他创作的 那个年代 未有人工心脏 关不关事呢 我记得 我看的时候 我也是在读医 那时候 也不是太久远的事 你也升得很快 是升得很快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但是 你其实看得开心 就是说 你的市场 你不只是一个医生 当然 当然 如果说起心脏 就是心脏外科 这些问题 我想起医隆 因为医隆 近期比较出名 不过你还没看 不要问我 医隆 它里面 主线就是 主角 焦田龙太郎 本身是一个心脏外科 很厉害 就是天才医生 被这个女主角召了进去 就帮忙做一个心脏手说的论文 其中 期间 医院又有不羁 见人救 固有机制 就觉得她是搞事 但是她用她的天才 手段 又救了很多人 这一套特别 就是她开始强调手术团 除了焦田龙太郎 这个主角色之外 她一进去医院 就捉了一个实习医生 不断逼她做手术 不断逼她成长 这个作为她的手术团的助手 另外她有个护士 有个很厉害的护士 有个内科医生 有个麻醉丝 这些人物不断出现 团体 组了整个手术团 他们的故事主线 就是讲这个 将来这个手术团 就会进行一个 心脏外科手术论文研究 其实这件事 我都想起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好像神化了 在医院文化中 神化了一个医生的男人 就是说 比如 去到某个大的 strategy 的意外里面 可能就会是 一个人去拯救了很多的生命 但我们可能忽略了 就是说 医疗团体的本身 团队的精神 或者团队的合作 比如挂医巡 很多时候都是自己 单人匹马 可能駕駛车 看到一个交通意外发生 很多人就会 遇难 这样的时候 他们就会用一己之力 去将他拯救了 整个灾难里面的人 真的有点神化了 是不是呢 但是我们 又问到耶勤医生 在医院里面做 其实 那个团队精神 这个手术 是不是一个人 控制了 怎么做 还是 其他团队 发挥 是否很重要 当然有一个 当然有一个 负责主力 是握刀手术的医生 当然是最主要的 另外有些 从旁 辅助 助手 甚至其他 麻醉丝 或者收拾桌上的姑娘 都很重要 团队精神很重要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都是为了一个 叫做 team teamwork 握手术医生 叫做 team leader 其他全部都是 members 其实都很重要 手术进行 不能一个人做完 但是怪兴裙那些 不是 一个人做 其实是 他一个人做那么多手术 那些是否不可能 现实上 还是你说麻醉了之后 怎样看着病人 有什么变化 都不可能 很搞笑 因为他们很多漫画 就是 就是 紧急手术 无端端在街上遇到 立刻做个 叫做 有个泵气的 有个无菌气囊 无菌气囊 立刻做手术 他就 他里面描写 就是说 看他的 呼吸 或者 肤色那些变化 就估计他的状态 做手术 其实现实上 是不是做不到的呢 都不是做不到的 不过 中间有什么变数 你会反映不到 不如你 射手干净的 做手术 突然有什么变化 你突然扔下手术 去搞他 是不是 你不可能 做完所有的事情 但是 我们看怪兴裙 就看到他很神化 不止怪兴裙 怪兴裙 都是 很多都是 那一群医生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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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群医生都做完 哇很厉害 哇 就算怪兴魅裙 也是 其他人想帮忙 他就趕他走 你们帮忙 还会搞乱当 但是他做一些 换心脏手术 都是一个人做完 这件事 应该是绝对不可能的 如果是现实上 一定不可能的 是 那 那 那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了 还有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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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错了 你真是 搞错了 很多东西都说了 伊隆是否新的 我没有看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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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有个杰特 想着扳新人奖 给他不扳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画他的画风 作者是第一套商业作品 但是觉得他的画风 就像是画了二十多三十年画 那为什么 画了二十多三十年画 可能做了二十多年助理 然后出一套新作 就不给新人奖 那他像是画了二十多三十年 所以就不扳新人奖 因为他的画功好 所以就不给新人奖 那也是画了 但这套是新的作品 那扳长二十年年 拿到新人奖 画了五十多年 现在出了十期 还有改编了日剧 就是刚刚播的 播了几集 两三集 快拿来看看碟影影警 可以了 又被人指证你了 可以了 指证了 有什么问题 我会被人插 你都插惯了 你都说这么多 或者我刚刚刚说到 就是说 医生是否真的可以救到这么多人 那些东西 都有一套 就是这个天生妙兽 里面的主角 好像也是一个弱的医生 但他从来医生人 做生手术 又不会死人 因为他的定位 就是比较少年 慢慢的 要热血 要胜利 所以每次发挥他的热血精神 呼唤他潜藏体内的灵魂 就是他父亲是一个天才医生 他的灵魂 类似是寄宿在他体内的 每次做手术 每次做手术 搞不定 就死了 于是 呼唤他的灵魂 很热血 然后上身 很快地做完手术 他从来没有死过人 所以 真的 但是 我不知道 其实 问题就是 太过超超现实 医疗漫画 会不会 有时你代入感 不会很足够 如果你是小时候 你要超现实的作品 其实很简单 你任何一个题材都要超现实 对吧 很简单 可能是科幻的漫画 或者是普通的历险 冒险 都可以超现实 但是医疗这件事 超现实 其实是 会有个问题出现 就是说 看你去到多少程度 或者譬如仁医 仁医 仁医是说 现代医生回到古代 本身这个条件是超现实 但是里面那些不是超现实 就是说 如果你太夸张 不如画一套 我刚才说一套 我刚才说一套 用日圆不断射射 我期待 有人会画的 或者问回迎人医生 甚至你觉得如果在现实 譬如用香港的场景 就是香港漫画 可不可以发展一个路向 就是说香港的医疗漫画 除了那些斗争之外 譬如说外科 内科那些医疗过程 你以为是做不做到 就是会不会有那个现实 一定是要神化才能做到 就是主题 如果你不神化 你读者看 你觉得没人 就是 你不会有一个 很有戏剧性的结果 如果过程很平淡 基本上E人很平淡 E人很平淡 E人很平淡 不是很刺激 整天都看人剧 这么刺激 妙生人心 ER 如果是急症室 那些会不会 每天都会有事 每天都会有事 不是每天都会有这么大单 那些东西 或者真的要做野弹病动 野弹病动会精彩一点 精彩一点 那现在真的差不多时间了 是的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一部 其实我们下星期会继续 去分享医疗漫画 下星期主题就会偏向 可能是我们会讲一些 譬如漫画那篇的日剧 又或者可能是一些 其他的父母 野勤 野村 野勤一定要讲 野村一定要讲 这些 一定有期待 或者一些社区医疗 如何界定 Picocci 不是什么医疗 辅助 是的 没错 基本上会发现医疗漫画 主要都是发展在一个医生身上 但其实近年多了是 所谓叫paramedic 医疗工作者身上 护士 心理医生 这些都是比较大 我们下星期就分析一下 这一类型的漫画 今天我们就 多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Live這部份也收听 我们的录播也收听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或者想和野晨 野晨 野晨 死了 野晨死了 野晴医生 就是分享 他野晴病毒里面发生的一些 一些打伤知的事 一些打伤知的事 你可以在留言板里 留言板问他 好 这一集就接触差不多 好 下一集就见 拜拜